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从当地时间15日起至19日 与边境三度交火 印度与巴基斯坦皆指责对方蓄意在卡什米尔地区挑起争端 双方各执意词 印度媒体报导指这场交火堪称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综合媒体报导 过去一周的首次冲突是发生在15日 在卡什米尔实际控制县附近造成4名巴军和3名印军死亡以及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军方事后声明称 当天军队正在维护通信线路 却遭印军重情迫及炮攻击 巴军才对印军回击 17日晚间双方再度猛烈交火 并持续到18日凌晨 印媒形容这起交火宛如第三次世界大战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 ISPR声称 17日爆发的冲突是由印军先挑起 造成8国两位女性平民死亡 还有5位平民受伤 在冲突过后 卡什米尔地区学校紧急宣布停课 不过没有进行人员疏散 第三次交火则是在发生 在19日早上 目前已知有两名平民与一名军人死亡 印媒指称这次冲突是由巴基斯坦引爆的 针对这三度交火 巴基斯坦指控印度主动挑起争端 而印度则指控巴基斯坦私下武装与训练反叛军 甚至将八国恐怖分子渗透入印度境内 印巴军方虽在2017年11月达成恢复2003年停火协议 但双方仍然在实际控制线 Line of Control上不断发生冲突 大松川不断发生冲突 当下不断发生冲突 不断发生冲突 可恨不断发生冲突 Line of Control上不断发生冲突 境迫不断发生冲突